好 过今年要换换门面 那么很多没法业者推出了优惠方案 这个呢 真是杀很大 有业者推出了软胖拔 那么送你一张免费的泰国或者韩国的机票 不到三千块钱 而且不需要抽奖就可以有免费机票 当然消费者乐翻了 但是所谓的赔本生意 没人做这个业者的算盘到底怎么打呢 我们来看这则报道 那是我们最新的方案 胖家人送机票 OK啊 你没有听错 年终抢钱 反而业者送很大推出 软家烫送机票活动 一张机票果然吸引不少钞票 物钞所 这种方案是不是第一次看过 第一次有看到就是美容业会有提供 就是送机票 不用抽奖就可以送机票 方案这么优惠 其实这是业者和旅行社的联合促销活动 我们这一次的方案是跟旅行社做配合 反而烫加软的消费 组合式套餐 我们就送台北到首尔 或者台北到曼谷的免费来回机票 是不用抽奖的 算算 每个人染加烫大约要三千元 业者送的机票 台北飞曼谷来回机票价值五千元 台北飞首尔来回是六千元 价差大概两千到三千元左右 但美容业因为这个促销活动 业绩成长三成 旅行社也可借此帮这些民众订饭店 自费行程等出团费用 赚取当中的利益 法兰汉旅行社一业结盟 各赚其中商机 击打细算的业者 当然怎么算都不吃亏 就认识归下来这里台北 采访报道